字幕君 では 皆さんに 何 know third century これは 皆さんなの 心愛香港 世界 香港 他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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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国家 香港 他 国家 香港 他 国家 香港 他 国家 国家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搶入我眼念的一些新闻 首先这里厉害 中区伟成道 工人在居住的时候 居住也有很多学问的 就是你不可以就这样的 你要控制他落下的方向 找一些绳子拉住他各样的 发现这个玻璃罪 就怀疑藏有胚胎 惨剧 你想想 BB仔各样 搞些什么 还有今回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江湖狼钟 就走了去那些屋苑各样那里 然后进行非法的abortion 就取其胚胎 大陆东西什么都有 可能有些赤脚医生来讲 10cm 哇都很厉害 哇 量一下先 10cm 他又分到人类的 都差不多整把间歧那么长的了 最神奇的就是你又不是做些什么仪式呢 你干嘛用玻璃罪装住他呢 这件事情第一就是诡异 第二就是邪门 你搞什么呀 养鬼仔呀 是不是 哇 有些东南亚那些呀 今次真是南亚帮 没办法 有些perception 我觉得就 重植了在脑海里面 以前呢 经常看那些什么 十大邪降啊 各样那些 于是乎 经常都觉得是东南亚一带 其实干嘛 老屈这个东南亚一带呢 到处都可以做的嘛 是吧 总之都是邪门的啦 邪欺甚重啊 好了 另一单消息 就是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的 还有就跟大家研究一个字 怎么读 都难读啊 这个字 叫博啊 那些博啊 路博 就话说 情长度一大 巴士那里呢 就撞薄傾側 那 慢恨的这单消息 大家是不需要那么担心 18个乘客 那么就受伤 没有人是飞升的 受伤的 这里巴士翻车 葵冲交通消息 20号时候早上9点42分 上班工事份 290A路线 双层9巴 在情长道往荃湾方向行驶 去到迎辉台对开时候呢 哇 那司机楼不切太啊 还是怎样啊 就撞向路中的分隔 石膊 那司机大事啊 那左侧的车身 就骑上了石膊傾側 巴士乘客 三十几名 就由逃生门离开这个车厢的 但是那头交通繁忙啊 他们自己走得不行啊 多人保安求助 消防 救护 抢到现场 以承索工具固定巴士车身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哇 当时如果你在车上面 最重要是什么啊 大家要一致行动啊 你不可以就这样行啊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呢 你坐上层 你不要转向一边 全部人走去那边啊 你这辆巴士一样的就是 你要走的时候呢 就是第一时间 其实就是全部人在上层的时候 就要走下去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在上层 再加上走过去右边 你见到这里右边啊 然后大家一起跳的话呢 那可能就不单止是十八人的了 这件事件呢 巴士下层就有八男十女 就受这个轻伤 部份人就自行下车 似乎是下层人才敢自行下车啊 在路边那里待门 其实他们 就是最好就 怎么说呢 除非巴士有什么事 其实好像在里面是会安全过在外面的 其实上层乘客仍在车上的 那我都说了 他们反而是在车上面不敢走的 但是其实他们才最应该 老实说早早这样走下来啊 老实说 一下子撑下去的时候 不认都没有啊 跟你说 好了 哎 受伤人数有待统计啊 就是上层那些他还没计啊 他只是说了下层那些 那稳定车身之后陆续将人救出 提示车内乘客要小心保护头颈 巴士车长就没有受伤 现在呢 就车长协助着调查原因 不用协助啊 他就是原因啊 是吧 铲上了个薄的啊 其他人又不铲上去 还是你家巴士有失控啊 哇 最近还要加巴士费啊 我就是想起九巴生巴加巴士费 巴加巴士费搞些这样的服务出来 还是又说那个尖沙咀海旁的装饰物啊 你没得说的啊 还有十几天啊 那说吧 猫吃不吃鱼啊 吃鱼的是不是猫啊 也就是说 你没得搞的哦 如果拆除了那件事之后 继续都是有这样的事件 就是 哦 他现在是找东西赖啊 就是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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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到法国艺术家那件艺术品 你如果说邪满啊 我又觉得 Pacific Palace 那只这样的埃及法佬还邪满呢 出埃及记啊 他又放这只法佬在那里助阵 算什么意思啊 啊寓意香港人走不出法佬的手指呢 我们以乡列人来的嘛 就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当然就逃离这个法佬的暴政的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好了话说 撞上石坡的期间 巴士车身有零件碎片就飞出 这么恐怖 你豆腐做的啊 就是 楼 你就说豆腐渣而已 那些糖楼那些镇两镇码头围组 可能塌了的 哎 那时候那件事都没调查啊 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啊 震得散你 你自己有问题啊 换了一些淘宝零件 现在巴士都有豆腐渣 那中了一辆Tesla的电动车 哎 外国货不用那么害怕 男司机之后就停在一旁的 谈保险啦 还需要说 在场协助调查 调什么调查啊 谈保险 他又知道事发的时候呢 幸而没有被巴士那里 辣到 自己也都没事 车出事呢 慢行的就是有买保险的 车补搞定 行车期间 那有辩方证人 最重要啊 巴士司机无辜的 他就说 未察觉到巴士有超速 或者行车不尋常的状况 所以他就 不猜测什么原因啦 即是巴士司机应该不是个问题 意思就是这样 那你provide个车cam 那就一清二楚啦 哇 零件飞出是整只门 这样飞走的 即是党铁事故的话 那就有 指加无减机制啦 不是的 他罚自己嘛 然后再交你的车费 那巴士哦 金回 那巴士没得搞啊 他又是指加不减之余 有些这样的事 又没有赔偿 没有成的 即是搭到那班车就只能够大摊 啊 当日不利出门啦 什么咯 找江玉宽那些 吵他两吵啦 反对反对 反对巴士加价 这样 巴士加价 九巴申请加9.5% 乘巴申巴或一加2元 2元? 什么路线都加2元? 不是吧 机场线加50% 压死人咯 所以 要撤除口罩令 原来是这样的 给一些借口去 经济复苏了的啦 所以 你说5千元消费券 柴又加 鹽又加 蠔又像是 什么都加 加加加 加到你怕 不停加 不停加 多加专营巴士公司 就去年 已经向这个 政府 递交加价申请 即是波波支的 不怪得 会派消费券给大家 那就加回交通费 有消息就指 有巴士公司要求加到双位数 双位数不是几好的 99.99 黑骨铭心骨头链嘴 所以他们加价的幅度是 9.5% 九巴 农运呢 就8.5 即是未到10 这样 如果不是都叫双位 即是99.99 大鱼山巴士申请加价9.8% 而机场线 哇 是不是港府特地不知了机场线 以免其他人走路 别人都不坐机场线 一坐的时候 你旅行那些就坐机场线 合家移民那些 一代二代 基本上就请车的啦 哇 机场线加50% 不就是玩玩 即是在机场那里有制造一些事端出来 让大家走到都走得 哎 很麻烦 非去日本那里 打算消费而已 是不是 已经有离境税了 那些服务就是这样 等同九巴 新巴那些 你说家福 少了的 因为上次是2021年4月4日加幅12% 是加了几次的啦 机场线 哇哇哇 会由现时48元的单程加价50% 去到72元 照道理 是越来越多人去机场的啦 既然如是 你机场线的话 理论上是足够人养你的啦 那没理由加加加到这样的啦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政治目的性啦 就是这样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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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